好,接著我們講下一套,下一套就是這個段序分離剪刀 先給我講故事簡介,原本我打算看的 然後朋友跟我說,你看這套吧,有什麼好看啊? 沒有啊,很勵志的故事 一個年輕人納照了一個理髮師去剪掉頭髮 然後見到一個女主角是剪不了頭髮頭,永遠不停增生 於是她決心要幫女主角剪頭髮 咦,好好看喔,先看一看,然後這個 這個不是一個很變態的故事,追著女主角 嘩,我去剪你,剪你,剪你 那些魔鬼是理髮師那些嗎? 類似吧,這樣就這樣說 然後灰川切,她有一把祖傳寶剪刀 專門剪頭髮的就是 不知為何可以將女主角那把永遠剪不斷的頭髮剪斷 原來是一個什麼叫殺害遺物的類似的東西 就說原來之前的同情人 就不知做了一些什麼,繼承英靈的寶物 就變成英靈化寶物 總之得到一件寶物,那件寶物 就是有神奇的能力 類似,那主角髮多了,什麼都剪斷了 就這樣說 她一個武功,什麼都剪斷了 但是她說女主角的頭髮是剪得到 她可能只是用來剪頭髮,可能做不到其他事情 就這樣說了,暫時看了頭兩集 是 那故事其實超致得很厲害 因為之前我也是這樣,找著一個很勵志的剪斷 清聰理髮才會被人服 其實我只是想著一個boy's miss girl的故事 就是男主角的女主角 如何發生這些劇情 然後到後面,誒? 幹什麼? 打倒? 救什麼? 每個人有割折的遺物,有不同的能力 現在你們怎樣? 那男主角一定輸硬的,正式剪頭髮 她怎麼對人呢? 對,好像第二集給一個拿取的 其實是不是說剪掉了對手的頭髮,就是她贏呢? 這個真的很拗頭 我本來沒有看 原作我,我動畫沒有看到的 暫時,因為我都不夠時間看 本來我都打算看一看 但是動畫呢,不是這個漫畫呢 我真的看了四五話 就是看到有馬說每個人有不同的能力 那時候我真的拱了 我一開始就當你是一個男主角 然後跟著一個共同努力的青春故事 青春故事嘛 但是,為什麼要搞這種事呢? 她是不是倒到連賽去做一家? 當然不是,這個說笑 一定要有戰鬥、熱血、友情 而且她很勉強,總之她有一些遺物 先代用了之後 繼承了先代一些特殊能力 變成英靈化、寶具化 繼承人拿著那個武器 慢慢用會同化 會變成有點像那個時候 怎樣同化呢? 我不知道 可以說主角的剪刀 都會有殺人的衝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剪頭髮而已 為什麼要殺人呢? 也不是剪頭髮 但當年好像是枝解的工具 他們這樣說 我相信 枝解的工具用膠箭 不要理會人家的技術高纖 就算是用鋸 我看到有什麼針筒 針筒說之前的物質是護士 一針針筒 那你這樣設定 好 那你這樣設定我解一解 但問題又解不通 你又 即是說隨便 不是究竟這套東西 我穿了鞋子五十年 又變成神仙寶物 也有東西 跑得特別快一點 但它不會殺人的 對鞋子 不對 它的能力不是殺人的 真的 你有馬那件寶物 過了五十年之後 它就會變成很毒 有多困難 有多難理解 即是拿一部一千年前的3DS出來 一千年前的3DS出來 一千年前的3DS 怎樣殺人呢 這個阿義留下來的3DS 有什麼功能呢 白體狼 不是 裏面有隻 裏面有靈 裏面有隻什麼 一千歲的i-fi 哇 一千歲的i-fi 不要這麼驚嚇 不要說這麼驚嚇的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這套動畫 可以走什麼方向 如果它真的走戰鬥的話 我覺得很奇怪 超奇怪 一人每件有件遺碼 然後爭奪女主角 才可以一齊一齊戰鬥 但是女主角要有重要性才可以爭奪 有啊 說女主角不知道什麼後代 又不知道有什麼血統 那有什麼用 他好像沒有說過 有人抓去救他 很正常 不是正常 典型的 比較平常的 戰鬥藩 都不是平常的 我覺得是 他套了某些戰鬥 等於你類似的 近側的 CV 魔王三次方 那類型的作品 我覺得會是 會像的 都像的 所謂超人靈 當成為物 你套下去 有一樣的公式 也是 對 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 再見 再見